记者杨纯会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佐还选竞争团队,话题性十足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至今受访时不忘暗讽科,表示若给他四年的时间,他的团队会非常坚实,不会离心离德,会以最好的施政来取得选民支持,而不是在选举时制造许多噱头,然后还选之后下落不明。 姚文至今出席民进党改革政绩一定赢,会前接受媒体访问。 他表示,柯市府四年前没有团队,所以透过海选的方式寻找人才,如今,还留下来的有几个柯市府团队中,年龄在30、40岁以下的年轻局处首长有几个媒体问及, 传出科文者在与海选英争者对话时,疑似在重阳敬老金议题上,脱口负面词汇。 姚文至表示,对于这样的说法,他自己并不清楚,不用传来传去。 但重点是年金,敬老金贴是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,如何让世代间的公平原则或圆满的政策,这应是市府未来要推动。 由于民进党全大会今安排党内县市长参选人合体造势,姚文至说,今是民进党全党的团结大会,大家聚集在一起,是很自然的事。 不仅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,还包括其他县市首长与候选人等。 全国上下一心,相信持续把绿色执政品质保证这块招牌擦亮,就能得到胜选。